我们俩在一起四年多了 现在我真的很喜欢和她走入婚姻 但我们总是因为各种事情吵架 我觉得她脾气实在是差一差了 我对她的好 她总是感觉不到 还总是挑我的毛病 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让她满意 明明是她自己的错 她自己很小孩子脾气 我很多事情都是为她好 但总是不听 而且一点不理我的情 关于我们结婚也有很多分歧 这样一直吵吵唠唠 我真不知道我们该不该走入婚姻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胡二十四岁 来自湖南保险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胡三十一岁 来自湖南保险公司职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哈 都是保险公司职员啊 是一间公司的吗 是的 今天谁要来 我 来干嘛 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年了 但是的话 我觉得我们之间 总是因为一点事情吵架 说说吧 都什么事吵啊 你就想想有一次 提前她告诉我 她说她妈妈过生日 因为是认识那么多年了 也是第一次陪她妈妈过生日 我就提前做好准备 请假回去嘛 我在车上就一直想 要不要给她妈妈买个蛋糕 下车了我说 你在这里等我 去一下就回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直接跟我一起跑过来了 然后她就跑过来就说 干什么了 不用买蛋糕 我就不晓得她 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意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让你买呢 因为她怕浪费钱 给妈妈买个蛋糕 为什么不让呢 因为以前我也跟我妈买过吧 我妈说买个蛋糕 然后还不如买点其他的衣服 实在一点 因为老家那边的话 可能说不喜欢吃蛋糕 你知道这个真相吗 我不知道 她没告诉我 那你们俩还真不会聊天 咱接着听啊 还有别的什么吗 上一次她给我提前打了一个电话 说明天我朋友他们过来 要我帮她做饭 我做的饭好吃一点 我就说那可以 到第二天早上 我好久就起床了 跑到菜市场 给买了十个菜 都是她最喜欢吃的菜 怎么了 十个菜真漂亮了 后面的话 我叫她要帮一下忙 她就没有 她就一直在那里玩游戏啊 玩游戏 平常我也不喜欢打游戏 那次确实是 老家的兄弟过来了 说打个游戏 说要我参与一下 她就不给我面子我感觉 不是挺给面子的吗 十个菜还不给面子 当众声音很大 大声地吆喝 说怎么还不来什么的 这有什么呀 不很正常吗 很有家庭气氛吧 没有 我感觉的话 她不是那种表达方式嘛 那你希望她怎样呢 悄悄地跑到你的耳边说 快来帮个忙 我可能希望她 好像还一个说话 没关系吧 谁请朋友啊 我请 谁的朋友啊 我的 跟她没关系啊 对对 闹得不愉快嘛 最后 不愉快啊 大家都做起来吃饭 好尴尬的 特别扭啊 是的 菜也白做了啊 那饭不是说白做啊 本来想是温柔娴淑淑 后来变成了小母虎 哎呀 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是这个结果吧 是的 还有别的让你委屈的事吗 姑娘 这个也就算了 就是上次我一直提前 给她打电话 跟她说好了 说去见她父母嘛 我确实买了礼品 然后我就说准备出发吧 就是到那天了嘛 她就临时说 那不去了嘞 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刚好嘛 这边我就是 我也刚好考了个 舞蹈教练证嘛 我一直喜欢跳舞 她自己也知道的 然后呢 我就刚好公司 给我一个这样的平台 然后我就说 教我队员们跳舞 然后就说要搞节目 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 我也不晓得 用什么方式去说服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公司意思就是说 要我先把这边试出了 然后再去那边 但是我想想 这我们两个的事情 也是大事 然后我就相信她应该会理解我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话 我还是给她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她也不听我解释 就这样子就 也不接电话就挂了 那后来见没见啊 没有 一直没见啊 为什么不见啊 说明她不重视这个事情嘛 我嫁也请好了是吧 请了一个星期假 礼品也准备好了 然后临时又说不去了 确实你让对方父母 怎么想是不是 可能她是打了电话 又没跟我提前沟通 是吧 肯定我心里不舒服 那后来见没 后来一直没见吧 因为 你也没提出来说 咱们去见吧 因为工作比较忙 打算今年再去嘛 今年过年再去 你的小九九是 别那么着急对吧 说明她根本不重视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不重视 今年还是重视的 这个现在想让她去你们家吗 去 然后我父母过几天 也来长沙了 啥意思 就是说过几天 登门拜访 你都不愿意 父母来可以 刚好在长沙有事 就是顺便让她接过来 那个看一下 哦 这还挺奇怪的 你想嫁她吗 想 想 哎呀还挺奇怪的 一般都是 女生都特主动地说 哎呀去我们家吧 这个可好 男生追在后面 所以心里面 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吧 对 还有别的事吗 有 就是有一次我生日 不是我请了三四桌客嘛 我生日要请那么多桌啊 是的 为什么呢 还是 因为朋友比较多嘛 那一次不是 送了八树花 也有急速是异性朋友送的 他可能心里就不舒服嘛 我就想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买一树花了 你既然知道我喜欢吧 你为什么不给我买呢 还把我把那八树花 全部摆在那里 他全部一下子 全部搞得乱七八糟 还大发火的 然后就走了 我想想我过生日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是不是 你过生日他走了 后来走了 为什么 他大部分都是异性朋友送花 那你更不应该走啊 你拿着他们的花说 哎呀 谢谢大家送我女朋友花啊 肯定我心里还是不舒服不 有一次嘛 跟他也是吃饭的时候 看到他微信不 然后有两个记录 他是昨天说 去跟闺蜜去逛街嘛 然后明明是我看了一下时间 跟那个几个异性朋友 一起出去去玩的不 然后他又不跟我说 还故意隐瞒我 解释解释吧 人吃醋是有道理的 其实我本来是一般 所有事情我都想跟他说 但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不相信我 公司的男人给我点个赞 他也非不舒服 什么都在乎你啊 太小气了嘛 男孩就是比较大度一点嘛 这怎么大度呢 没法大度吗 好 你回答问题 你跟闺蜜去逛街 怎么变成了跟几个男性朋友去逛街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要是跟他去说的话 他肯定会心里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我那一次也还不是一样的嘛 跟他去吃饭 然后他就上厕所了 结果拿了一个电话 我就想不明白 我说他怎么会跟他打电话呢 他是谁呢 一个女孩子也是他手下 那不是很正常吗 然后他又没来嘛那时候 然后又发了微信 然后他说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在干嘛 然后我就想着什么情况 然后我就打开他的手机一看 怎么半夜三个人都给他打电话 那我也不想 为什么他为什么给他 半夜为什么给他打电话 不给别人打电话呢 确实是他打过来的 是喝醉酒了 发酒疯一样嘛 就是喝多了 然后又打 跟你喝多的 不是不是 那为什么跟你发酒疯呢 是吧 你是这么想了吧 是啊 我也是在想 原来是 他确实在长诗这边 认识的朋友也不多 然后就跟我打电话过来了 然后也没聊什么其他的 就发泄一下说这些工作的事情 可能也没什么啊 对对 我觉得肯定没什么嘛 这俩人还挺逗的 你暗中侦查我 我暗中侦查你 但是我们从不交火 我们到其他的战场的时候 我们再碰 对不对 平常都不说是吧 过个生日 然后出邪火 对不对 挺有意思的 你们俩还怎么试探对方啊 还有 有一次 你看还有 杨仲志诚实一下 还有 有一次带他去 就是提前跟他约好吧 我们去看电影嘛 礼物我也准备了 花也买了 我在电影院等他不 想给他一个惊喜嘛 到了的时候呢 打电话来就没人接意了 我在那里等了 个小时一个人傻傻的 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因为那段时间还舞比较多 还练舞蹈嘛 就是说 后面想起来了 我就懵了 你承认你忘了是吧 我就是忘了 然后就给他打了电话 他也没接 就直接挂电话了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的 后来不了了之了不 你们俩也不再说这事 对 后面就很久不联系嘛 然后呢 谁又联系了谁 后面是我主动的电播 我新联系 真没出息 走了就别再联系 还要我主动电播 你干嘛要走啊 等着个小时 电影都看完了 还打电话也没意义 那也得把这事说清楚啊 今天你为什么没来 有没有出事啊 担心啊 这正常啊 你不担心他出事吗 担心啊 那你为什么 但是我还是觉得 他还是不忠说 是是是是 这个确实心里不舒服啊 好像看起来 你确实挺那个的啊 心挺大啊 没办法不 有时候 其实事业跟爱情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不这样 什么事业 什么事业 你的练舞是个什么伟大的事业 因为我自己一直喜欢 从小就喜欢 就一直在那个 对 我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舞蹈比这个男生重要 都重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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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结果是 因为舞蹈 你答应了跟男生约会 你可以放他的鸽子 你也不去 结果证明 舞蹈比这个男生重要 对吧 是不是 第二 异性朋友 看起来 比这个男生重要 因为 为了跟几个异性朋友 去逛街 可以 骗他 说我跟闺蜜 去逛了街了 但是实际是跟异性朋友 逛了街了 对吧 嗯 结果证明 异性朋友 比男朋友重要 还嫌人家心眼小 人家给你买了花 说他也不够买花 人家买了 你没收啊 没买花 看电影啊 买没买啊 买了 买了也买过花 你没接到啊 他没告诉我啊 我能告诉你都不来 我在那儿苦苦等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你没来 我捧着花走了 我下次生日肯定也不带花去啊 我这基本属于挑事啊 不该这么说的 还有别的吗 这个集剑也跟他沟通好 就是准备去买个车嘛 然后去赛子店 看好了之后 我就准备订了 他就说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还当众发火 赛子店那么多人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说实话 不喜欢车 我喜欢买房子 这样要结婚 就准备一个分房嘛 然后他父母的话 也认为我们买房子好 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 后来这车买没买 没买成嘛 没买成 对 房买没买 没有 你说这钱放在那儿 真是 就等于这事儿 半巴拉拉又扔在那儿了 你们俩把这事儿 给挑起来 但是还没解决 是这意思吧 挺有意思的 房子也没买 车也没买 钱等于就放在那儿 我理解 小男生还挺听你的话的 对吧 你不让人买 人没买呀 还好吧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 还算可以吧 还算可以 但是他太小孩子气了 太小孩气了 你们跟我说句实话 有没有想分过手 有时候我有想过 你呢 有 为什么还坚持在一起呢 肯定也是这么多年走过来 也不容易 这么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 比如说有创过业 有自己上过班 然后的话 你们俩还创过业 是的 所以说 没成 对 然后的话觉得他还是不错 对 两个人经历过很多风雨 所以舍不得是不是 那你们总结过没有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 你们把这件事挑起来之后 你们是既不打也不战 然后各自就把这个事 往上一放 就记在心里 然后一转身 过了天想到对方又回来 一握手说 同志我们继续啊 后来又把这个事挑开 为什么这样 你们想过吗 有时候也想过 但是两个人有时候一聊的话 就会吵起来 一聊就吵 是的 所以今天来这儿是吧 对 目的是 我也是说 已经四年了 风风雨雨 一起摆地摊啊 一起创业啊 各个行业 我们都有去尝试过 但是我希望 他那个小孩子脾气 能改一下 但是我最纠结的现在就是 我们该不该走入这个婚姻 所以我就 很多问题都会想到 你认为男生不够成熟 是吧 是的 男生 你觉得你成熟吗 可能是内门一点嘛 他主要说的是我 经常借钱给别人嘛 就是 都借给谁呢 他朋友 会跟你说吗 是这样子的 有一次他朋友早在借钱 是他的手下员工嘛 他就想帮助他 我说你先别借钱 我跟他说完的时候 然后他还是借了 我问钱还了没有 没有啊 手机也关 微信也把他上了 人跑了 是啊 人生谁不经历一两个这样的骗子的啊 没事没事没事 没有了 还有啊 那还有几次啊 都是 都借了 都借了 也没还 然后后面全都是没有了 就这样子 对 首先刚才他说的这个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 刚刚大学毕业嘛 来我们公司上班 确实感觉他也不容易 因为我也经历过 所以说我就想让他周转一点 对 然后后面 后面也借了不少朋友钱是吧 对 是人家开口跟你借钱你就借吗 差不多吧 如果以后结婚了啊 朋友再问你借钱 一开口你还借吗 以后钱让他管 没钱借嘛 就明白了 没钱借 我改不了 但是我有办法把这个功课了 这也是个思路 还有别的吗 他说这就是不成熟 他理解的对吗 他是一而三三而在的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总是这样借 你要多少钱借嘛 是 一钱借一百是不是 我问你的问题 你回应我啊 你说他不成熟 他理解你说他不成熟 说的就是这方面的 他做的不够好或者不够严谨 他理解的对吗 我问的是这个话 是的 除了体现在这方面 还有什么不成熟的呢 也是 我说我感冒了 咳嗽了 然后他就说给我 吃雪梨嘛 冰糖雪梨不是吃咳嗽嘛 他说熬好我就给你送过来 其实很开心的哦 那么贴心 熬美熬 熬了 熬了 熬了不就行了吗 一等再一等 等了我从八点都打 另外他说再炖马上就好了 结果能到十点都才了 我就不晓得什么情况 差不多嘛 连炖在路上送嘛 这是一两个小时的正好吗 没有也不是很远嘛 那也得炖呢 那时候临时公司有事嘛 去公司了 然后姐姐回来 就给她送过来 送来打她电话来 就没人接了 可能是确实生气了 但第二天的话 我还是转 同事转到她手上了 不是 你没把她送过去啊 她不接电话 我去不了啊 你不知道她住哪儿啊 我知道她 那你就去呗 不开门 没办法 你去没去啊 去了啊 是没开门 还是没接这样 电话也没接 门也不开嘛 这是为什么啊 当时很生气 我就也不接她电话了 不是气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那么久都不来 我怎么想到 大半夜去干嘛去了 那么久 马上说了马上来 马上来 那个时候都不来 不是十点吗 八点到十点 这不是俩小时吗 是的呀 她就说马上来了嘛 然后我就等了 因为我这个性格 就是说比较急性的 这么快 我问个问题啊 一个快递小哥 给你订的东西 说好的是半点到 结果过了一个半小时 他才到 你收这份快递 其实这个那个是 没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快递哥 为什么 他们都是比较风风雨雨 比较辛苦嘛 但是他比较 毕竟是我最爱的人嘛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好了我们听到了这个 一对年轻人 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一种向往 但是面对婚姻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慎重 因为在他们交往的 四年的过程当中 他们觉得在沟通方面 不那么顺畅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是真的有打算要嫁他吗 是的 你真的打算娶他吗 小虎 是的 确定哦 怎么像寇乃欣在逼婚呢 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吧 是的 我们已经是 本来是开始商量好了 是190那元的那时候嘛 那我就问 这四年来 你们一路呢 从这一个交往到现在 你们都准备进入婚姻了 对吧 对 这四年来你们相处的方式 是有改进 有越来越少吵架 越来越多的可以沟通吗 我们就是沟通比较少 刚川哥说 你俩太不会聊天了 你知道你们的聊天 有什么巨大的问题吗 两个 第一个 词意不明 就是你们都在讲话 但是呢 没讲到对方听懂那件事了 所以你们蛋糕的事也吵了 但你不知道他妈妈 其实呢 喜欢你买衣服超过买蛋糕 一句话讲完了嘛 可是 显然他讲了半天 你没听懂他要表达什么 对吧 然后呢 他为什么忘了去看电影 因为他热爱跳舞 一首歌跳了 又一首 然后跳忘了 对吧 你们显然一定也为这件事情吵过吧 但是都没有吵懂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沟通 是无效的沟通 话都没讲清楚 第二 语气一定不好 就你们沟通的时候 态度是不对的 譬如说 你说他叫你来帮忙的时候 是一种遗旨气使 对吧 你希望他说 那老公来帮个忙吧 对不对 你帮我一下呀 这样你就来了 对吧 过来帮忙 不会来啊 你就不来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嘛 就是沟通语气的问题 这两件事 他很慢的 哎呀 对啊 你很急性子 但你这四年来有没有想过 要改一下你的急性子呀 改了还是比以前好多了 有改啊 还好吧 那他有没有为你变成熟一点点呢 我感觉他 没有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了 我告诉你 你俩先不要急着结婚吧 你们要不要先练习几件事 譬如说你们两个讲话 能否讲清楚 讲重点 讲到对方明白 第二 语气就不能换一下吗 女人是有很多武器的啊 就说过来 跟 我需要你帮忙 它都是一种讲法 但是你只要换后面那一种 男人就越应帮忙了 那何乐而不为 对吧 所以其实 我不会发交 那学一下 你只要 学一些 沟通上的柔软度 如果他就能被你训练成一个 体贴的男人 你觉得这个投资划不划算 我告诉你一件事 天下没有天生的好老公 每个老公都是被训练出来的好老公 但也有很多男人 就被逼成一个烂男人 相处方式可以让一个人更好 也可以让一个人更坏 如果你永远把他当成儿子骂 他当然越骂越小孩 如果学会仰视他 或者是说 嗯 还是你最棒 那你帮帮我 他可以是一个大男人 兼能挑手能提又能扛责任 如果你想结婚 想结一个不吵架的婚 不要每天闹脾气的婚 改改你的急性子 你也一样 你的表达方式就是 男生不可以送你花 全丢了 我生气了 我走了 看电影不爽 我走了 你想不想留住这女朋友啊 想把他娶回家呗 你想娶人家 但是呢 你的对待方式就是那种 不玩了 走了 不要了 你绝对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 留住一个女人心 也不可能用把他 其他异性朋友的花都扔了 赢得一个女人心 如果你真觉得这女人值得娶啊 你只能对她好 让别的男人都比不上你那么好 你闹脾气 肯定是没办法招人家欢心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女人真的你想娶 那么你就开始做一些让她开心的事 才能够赢得方心 要娶一个人 却不好好对待她 那是一种强盗行为 你想嫁给她 但是却把她骂成一个你不想要的样子 你活该 所以咱要什么 咱就创造那样的幸福出来吧 好 谢谢柯老师 学会懂你 好 来 亲密关系建立的过程中 一种叫我把你驯化了 一种叫我改变了我自己 你们两个人既不能把对方驯化 也不想改变自己 这就是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对 就比如说你 你其实知道 他比你主意更大一点 他甚至比你更成熟一点 但是你会觉得说我是个男人 我想要主控 你也一样 你会觉得说我有我自己的事业 我有我的追求 那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我一定要给你这个面子呢 等等等等 这就是磨合的问题 我把你们之间的相处关系 提了一个新词 叫什么 叫只记仇不解决 比如说你们发生了一件事情 放在那边 然后不去碰他 等到哪天吵架 你看当年是吧 什么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怎么怎么着了 我要去见你爹妈的时候 你怎么怎么着了 当时他为了跳舞 不带你去见爹妈这件事情 当时为什么不跟他画清楚这条底线 你伤害了我 你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见你爹妈 怎么跟你爹妈解释 要不要打一个电话和你爹妈来说一下这件事情 为什么没做 你看你只记仇了 你没有解决他 你也一样啊 你对他很多问题都这样啊 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你 你应该一二三四五 应该怎么办 你就指责 你这不对 你是个小孩子 但当你说完你什么都不对 你还是个小孩子 你一点不成熟的时候 你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有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吗 并没有 所以我要给你们的要方就是 不记仇 只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出来之后 我们去想办法一二三四五 以后让它不再发生 但是当我们把这一二三四五写下来 或者说讲明白之后 事情就翻篇了 只解决问题 不记仇 才是你们未来磨合的方向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来 左岩老师 首先说女生 太过自我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每人是一个圆 但是当我们要成为情侣 或者要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 这两个圆 要挪一挪圆心的距离 往中间拉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但我们有共同的部分 但你们两个人 现在就是完全就是两个圈 画在那儿 每个人都非常的自我 尤其是女生 你根本就不会站在男生的 这个立场上去思考 你站在他的角度 你想想 跳舞也好 你不带他去见家长也好 你把他一个人扔那儿也好 全都是我的立场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见家长这件事情 好 你说我要给你妈买个蛋糕 你说不行 那他要跟你去见家长呢 你拒绝他呢 要学会换位思考 把自己的位置 放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果是男孩 他跟你约好了 说要去见他的父母 然后说不让你去了 我有事 你怎么想 所以立场的问题 就你们两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站在对方的位置上 去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再开始吵架 男生 刚才露西老师说 你们两个不解决问题 我觉得主要的责任在你 你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听了好几件事 他过生日 你们两个吵架 吵完你怎么样 你跑了 还有看电影 没等到他 走掉了 发现问题以后不解决 然后我就走了 那这个事怎么办呢 就攒下来了 直到我听到了那个雪梨事件 所以我发现是 你们两个不仅是两个圆 而且中间还有一扇门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男生你要去敲门 而不是走掉在门外面 女生你要去开门 而不是就让她在外面 你们两个要打开门 然后坐下来 聊这件事情 这样的话 你们才可以走进婚姻 走向幸福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今天来特别好 因为你们肯定是要结婚的 但是呢 之前的很多问题 自己没有认识到 然后大家给一些意见 回去好好地处理去解决 没什么大事 好吗 给到你们两个的爱情建议 就是尊重彼此 换位思考 宽容为上 让三分何等清闲 退一步海阔天空 谢谢 谢谢左岩老师 来 附老师 好 你说她很幼稚对吧 那也就是说你比较成熟了 其实在很多的表现过程当中 男生虽然稍微有点幼稚 但还是一颗非常单纯的心 而你不是 你不像是一个想要结婚的女人 你的那种种和异性出去聊天跳舞 不尊重彼此的约定去拜见对方的父母 都不像是一个要准备结婚的女人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会说话 用六十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的时间学会闭嘴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刻意地想要表达自己意图为快 但其实说的越多 距离往往越远 矛盾越大 越不懂对方 但是要懂对方的前提是你想懂 我至少看到了这个男生是想懂你的 但是你想懂他吗 我倒未必看见 你的种种行为让我感受到 你想用最低的成本 让一个男人听话 却又不花耐心去引导他 他此时此刻的年纪 正是幼稚的时候 如果你想让他成熟 想让他成为自己心目当中的那种男人 你就得花时间 你时间又不想花时间 你又想把他驯服成那个样子 最好的方式 就是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 又听你话 又没那么幼稚的男人 但是 这样的男人 你又是否驾驭得了呢 所以你现在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自己内心清楚 我的建议就是 在你面前的这个男生 你们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很清楚 如果说幼稚 他可以为了你改变 并且他正在改变 另外我再告诉你 一个男人在爱心生活当中的成熟与否 不是他在某些事情上的幼稚程度 而是他愿不愿意去懂你 如果他愿意去懂你 他迟早一天会为了你而成熟 就看你自己 内心深处想不想懂他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又生气了 是生气了吧 都是我的拖啊 这样说下来 角度不同 站的方向不一样 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特有意思 看着我 看着我 我好好跟你说 我像你的 没力说他的错 这也不行 咱还能那个平静地说点事吗 姑娘 你把心绪放平 每个人看问题的脚步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人家说的不合你心了 没说对 你就当他不是人 他说了我一个人了 他应该也应该说他是吧 那他也作为一个评论老师 可以都评论一下嘛 那为什么只评论我一个人了 现在就这样 他一直弹都是他的对 我就不对了了 那我就再说一句 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批评一定是批评那个年长 因为在生活当中 作为一些主导方向的一些引导 也恰恰是年长 说你是因为说你更有利于 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说你说他 也不是说他问题更重 而是在于谁更主导这段关系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那你这样说就是说 没关系 你生气就生气 我也不在乎 但是呢 你生气恰恰证明了 你恰恰不成熟 本来这是事实嘛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 应该是两个人都有错 错 错 全都错到我 就是身上 我们把这四位老师的所有话 做一个总结 然后咱们再说 到底是谁对 还是谁错好不好 在我的听觉里头 四位老师没有界定 你们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而是在说 在相处关系当中 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大体我把它总结了几句话 你看对不对啊 第一个是 亲密关系 突破容易 重见哪 就是当我们真的 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推开彼此 这个距离 到底是一手就抓的距离 还是半抱的距离 还是就面对的距离 这件事就很难了 这是很多情侣面临的问题 你们俩是不是这个出的问题 总言老师说的嘛 他说的是个圆嘛 说的对不对 人家说对了吧 那在这种关系里面没有对错 是两个人舒服就好 接下来老师又给你们逼近分析了 既然你们这个是相处是很难的 怎么让它变得容易一些呢 要学会懂对方 老师们第二步 跟你们谈的是相处 第三步谈到 既然是两个亲密的人 在亲密关系当中 有一个人总是要做出一些付出的人 老师当然是想选中一个 看起来更稳重 看起来更能持家的人 或者叫看起来更主导这段感情的人 我说句好听的话你也爱听 在感情当中主导感情的人 往往是那个被爱的比较多的人 这话你也爱听吧 小伙子更爱的人一些 所以老师们选中了你 希望你能引领这段感情 没有说对错呀 这是我刚才听到四位老师说的话 我分享给你 我刚才突然说你 女朋友都说你去瞪她的 所以你看 你只记着跟不相干的老师去发火 你都没注意到 这样 但是她又不能说我冲上去是吧 我问你一句话 这性格你接受吗 得了 最后跟你说几句话 你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你喜欢的一个女人 她是改编不了的 就在她整个的心碑里面 即使我错了 我嘴上也绝不认错了 这个就记住了 特别重要 你要学会结果的问题 什么意思 她怕吵你别怕 你们俩把这件事都吵透了 最后你跟她说 我错了 真的是我错了 我以后再不敢了 这事就好了 性格只对自己 和自己亲近的人 才能谈好坏 对于外人来说 根本谈不上好坏 她爱你 她在意你 所以你的脾气 会影响她的感受 她不爱你 她不在意你 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接下来的时间 就留给你们自己 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刚才郭老师 也进行了点评 然后根据我自己 类型的想法 这么多年来走过来 确实经历了风风雨雨 确实也不容易 然后的话 希望我们 直接慢慢磨合 可能希望她 在性格上面 稍微改一点 然后我也能让这点 我在这里感谢主持人老师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 其实我真的今天很激动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也不容易 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同甘共苦 我也希望你的小孩子脾气 也能改一下 如果就说 你还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婚姻该不该 走下去 心里想什么骗不了人的 对 有人已经觉得 这不是恋爱了 这已经是婚姻了 对吧 所以才会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 你们俩结婚了 那你干嘛说 你们俩的婚姻 就是说 结婚能不能走 能不能走 还没结呢 想什么结婚的事啊 别嘴再硬了 好好调整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对 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就碰到了 这么一个女生 我觉得她特别的真实 来 请关门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 因为每个人都带着一份性格 在走 在生活 我们追求白头到老 但是有的时候 你真的打磨不在一起的时候 就要考虑 说白了就是 能不能学会宽容和原谅 这个真的挺难的 我们都在成长 婚姻让我们成长 孩子让我们成长 所有的东西都是让我们成长 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大家看到了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真实性格的嘉宾 就是她真实的性格 反映出来 让大家看到所有的问题 但是请你记住 跟你说真话的 都是你的亲人 或者关心你的人 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魅力 因为老师们 都说发自内心的良心话 我说给你听的啊 那个忽丹妹子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爱奇异乐视视频PTVGD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还不高兴啊 没有 你要不高兴我教你说一句话 你说我错了吧 错了还送我花 怎么着 所以这要较劲啊 这生活就没法过了 你知道吧 开开心心的吧 聚焦你们俩的关系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街活动期间 加食员送一套 纯净及保湿时刻透水嫩药保湿伊贝斯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以后还是让着你一点吧 这么的年来反正也顾了 感觉也蛮好的啊 谢谢 谢谢 请亮灯吧 姑娘改改脾气啊 来 请回请回 两位请回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我挑事啊 这姑娘你说她 她怎么都不回头打个招呼呢 所以人生的好多事 尤其是情侣之间的太多细节 你不要去放大 当你不停的每天 在放大这些细节的时候 原本美好的东西就变得